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影坛 澳大利亚女演员艾拉菲什尔 曾在全世界百味性感女郎中的评选 位列第26名 曾出演《一个购物狂的自白》 《今天魔道团》 《了不起的盖斯比》等广受好评的电影 她不仅是一个演员 还是一名极具有创作天赋的编剧 出版过两本畅销书 《幻象》这部电影 就是艾拉菲什尔在2015年主演的 一部关于人性、复仇、悬疑的恐怖电影 艾拉菲什尔饰演的艾芙林 艾芙林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士 与丈夫恩爱有加 有着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 但在一次意外中 艾芙林驾驶的车辆 撞上了一个正常行驶的车子 致使一个小男孩失去了生命 一切因森慧安 恐怖诡异的事情 开始闯入艾芙林的生活 艾芙林自那次车祸后 患上了抑郁症 每天都活在车祸的幻觉里 在丈夫的陪伴下 一年后的艾芙林 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 就在两人准备拿出全部家当 在山上买一个葡萄园的时候 艾芙林怀孕了 于是小两口高高兴兴的 跑到山上的庄园住了下来 想开展潜新的生活 兴奋不已的艾芙林 还破天荒的在社交网络上 晒出了怀孕的形式 小两口来到庄园 结识了一个金发女人和她的丈夫 有趣的是 这个女人也怀孕了 艾芙林和金发女人 相谈生欢的同时 因为怀孕而停要的艾芙林 开始不间断的做噩梦 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 家里的东西开始自己移动 玻璃无缘无故的被击碎 有人说艾芙林被催眠了 有人说艾芙林有提前 预知事物的能力 至于究竟是怎样 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 只是艾芙林的丈夫 并不相信有鬼 觉得她只是还没有走出阴影 艾芙林无奈下 找到以前住在庄园里的 酿酒师老师 并发现了一幅 一百多年前的画 而画上的人正是她和老公 艾芙林赶紧回家 拉着老公逃跑 可老公正找了医生 给艾芙林看病 就在这时 金色美女和老公也赶到了 随后发生的种种 与艾芙林的幻象越来越吻合 就在艾芙林想将看到的一切 告诉大家时 金发美女和丈夫 开始对大家痛下杀手 一场疯狂的报复 随之而来 其实这个金发女 就是艾芙林 一年前撞死的小孩的父母 失去孩子的她们 本就心痛不已 加上金发女 无法再生育的时候 看到了艾芙林 在社交网络上晒幸福 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 觉得必须亲手杀死艾芙林 才能慰藉失去孩子的痛苦 有人说 艾芙林早就被金发女人催眠了 那些可怕的幻象 都只是一位 失去孩子的母亲 对杀人凶手的折磨 可我觉得 艾芙林虽然是意外发生的车祸 但是在事后 一直进行自我催眠 依靠药物来释放自己的愧疚 告诉自己 我不是故意的 她已经死了 我要好好活着 长此以往 竟然真的忘记了 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认为换个环境 就能开始新的生活 那失去孩子的父母怎么办呢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金发女人决定活活抛开艾芙林的肚子 将孩子拿出来自己抚养 这一切悲剧 都源自人性的自私与懦弱 没有人希望发生意外 我们都知道生命可贵 都真是自己的家人 不想失去他们 正因为如此 在犯错后 要更加的勇于承担 尽力去弥补 而不是自我催眠中躲避 就算侥幸躲开良心的谴责 也躲不掉命运的惩罚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